这两杯 好嘞 掰 掰 掰 手冲 这下挺有势 我现在是在延平路和武定路的交叉口 然后这个区域是属于静安区 离静安寺挺近的 今天我带大家去一家面包店 这个面包店叫breadfest 就是它在一个创意园区里边 这家店我听说它是有手冲的咖啡提供的 因为大家生活在上海的你们都知道 现在有很多咖啡店它都不提供手冲的咖啡了 但是这个面包店它竟然有手冲的咖啡 所以说我还是挺好奇的 另外我看到它的面包感觉还很不错 所以说今天我带大家去尝试一下 它们的面包以及它们的咖啡怎么样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门口 线索 这是一个创意园区 这个园区里面有一些西餐店 酒吧 咖啡店 就是液态还是挺丰富的 是在这里吧应该 它这个店还是在一个小巷子里边 你看啊 这边有一个牌子 指向里边走过来看一下 哇 它这个店铺还是有点意思的 这是它们的门牌 哦 它还有另外一侧也能进来 我带大家先看一下这边 这是另外的一侧 这相当于是一个创意园区了 很漂亮 这是一个挺有艺术感的地方 对吧 可以从两边进 但是我觉得应该从这边进来的人多一些 因为这个园区应该进来的人多 另外一侧其实那个小道还是不是特别好找的 点个单 Chiabatta的味道还是蛮多的 它的Chiabatta都是16块钱 帮我点一个这个无花果生姜的这个黑豆松子 小肉桂卷 还是挺特别的看起来 这边你看是他们的咖啡 有黑咖 奶咖 冷脆 手冲 归下 奶咖 手冲的 啊 没有手冲啊 其实我是冲着你们的手冲来的 哦 好吧 就一个奶咖 一个冷脆吧 一共是141 哎 里边的那个咖啡师小哥 我好像见过他 看着好熟悉啊 我就说嘛 看着你好熟悉 今天有幸又能喝到你的咖啡了 这个狗子这么高 哈哈哈哈 哇去 这是什么呀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品种 大单卷 大单卷 哇 它的嘴是往下坠的 对 就是它就是 那它每天要吃好多东西的吧 天哪 这太高了 就是我感觉那狗啊 它站起来比人要高得多 这个咖啡好了 上面这个是冷脆 下边是一个奶咖 这两杯点的 来吧 先吃一吃它的 卡巴塔 它的就是面包呢 其实都是偏小 没有说特别特别大的那种 它这个做的是比较新鲜的 我看到它那个柜台上面的生产日期 就是今天 当天做的 这个黑豆松子的这个 我觉得它的搭配还是挺好的 白色的这个是松子 对吧 它里边黑豆和松子的整个感觉 又有点调好弯的 白色的呢就是松子 对吧 然后黑色的是黑豆 就是松子的那个香呢 其实是比较特别的 对吧 再加上它的黑豆它是有一点点那种甜感的 真不错 真好吃 这个面就是很松软的 这个面团的那种感觉 酥酥软软的 能看得到吧 然后你们再看一下这个 你看这个感觉还是挺有质感的 我先掰一半 下来了一点点 好脆啊 这个吃起来贼香 外边是酥酥的 里边呢有一点点这种软的感觉 哇这个也好好吃 这个它就是很原始的很原本的这个 它的面包的这种麦香味 真的是很香很耐嚼 握个手握个手 哎呀哈哈哈 你是咖啡爱好者 对对 可以挺好的 就是学生喜欢自己来做 拜拜拜拜 嗯 好然后接下来下一个就是这个白味增玉米 刺刺方方的这种 它这个里面是有这个玉米的你看 奶香以及有一点这种玉米的清香 还有一点点这种咸感 咸咸的味道 我看这边还有玉米 OK 然后还有最后的这个 迷你的这么一个肉桂卷 你看这么小 我感觉就两口就吃完了 它这个肉桂卷外面是脆的 就是脆脆的这种 还挺好吃的 这个要搭一个咖啡去吃 说到跟面包甜点比较搭的咖啡 我推荐一下我们自家的颠山牛子的拼配 中深度的烘焙 焦糖感 可可的风味 另外它也没有明显的酸 这款咖啡是我们云南源头咖啡庄园品控采摘 搭配牛奶非常醇厚 甜感很高 大家可以去喝喝看 点了这个冷碎咖啡 大家看一下 哇它这个冷碎咖啡喝起来还是蛮顺口的 有一点点酒香感 我觉得搭这个肉桂卷还是挺合适的 肉桂卷爱好者来说的话 这一个小小的肯定是不够的 嗯 这冷碎我觉得挺爱喝的 有一点酒香感 好我再喝一下奶咖 他们的菜单上面是没有cappuccino拿铁的 它这个叫奶咖 我觉得他们这个菜单还是蛮新潮的 为什么呢 因为WBC的咖啡师比赛 他都把他的饮品叫milk beverage了 叫奶牛奶饮品了 所以说我觉得像他们的这个菜单上面 也还是蛮新潮的 就叫奶咖 打开看一下 哇哦 我觉得他用的牛奶应该是奶香味很足的牛奶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个咖啡豆一看就是它是这种 终身烘焙的偏厚重感的咖啡豆 但是呢 他融合了这个牛奶了之后 牛奶的香气依然很足 所以说我觉得他的牛奶也是很香甜的那种 哇 这个奶咖真的很不错 我其实是自己平时喝奶咖偏少的人 但是他这个奶咖真的很好喝 是我能连着喝好几口的这种很牛 我真的是一分钟以内就喝完了 空了 阿西 大家好 我是18年考研的时候 就是考研休息去看你的Vlog 然后都考研成功毕业工作了 然后还在看你的Vlog 之后自己搞事业也好 然后读书也好 都能开开心心的 然后能吃饭多吃主食 也很高兴能遇见你 然后也认识你小咖不完 希望你们早日 对 希望能在线下的时候呢 我与他就非常希望 因为我会多出去跑跑点 你真的没有见到过真人吗 对 我从一般来说 拜拜 刚才那个呢 他是高中老师教语文的 然后呢他也是阿欣的粉丝 他经常看阿欣的Vlog 所以说我们就在这边聊了一会儿 好喝 小哥走了 拜拜 你的咖啡做的真的特别好喝 我说我是那种喝奶咖不多的人 但是呢 就是这边的这个牛奶咖啡真的是让我 好像是五口饮味就喝完了 就才好喝 又香又甜 小哥有点绷不住了 这边是外边了 你看外边的这个空间 好像是有三层 我带大家在周边逛一下吧 这个里边真的是好多人拍照啊 就是你们如果点周末没事的话 也可以过来 你看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Slow Peak 有点意思的这个地方 过来走一下了 看一看了 这边还有一个Stanley的 网红的保温杯的店 露营的这块的装备是吧 在楼上逛一下 我感觉这个园区真的挺好逛的 很有艺术感 拍拍照啊 挺好的 哇 你看上面都是拍照的 哦 二楼就相当于是一些办公室之类的 在这边 你看是吧 你看这边就是相当于是工作室是吧 哦 这边是这种服装工作室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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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哈喽 谢谢 你看这边这个小哥从三楼往二楼拍 刚好能拍到下边是吧 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拍照位 这个Fellow的这个磨豆机和手冲湖也在这个园区啊 我逛着逛着就看到了 你看 他们这个品牌 原来是在这里啊 你看 但今天是周末 他们里面没有人 哎还是挺巧的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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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